11月28日,第11批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迎回仪式,在沈阳桃仙国际机场举行。 43位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及495件遗物,搭乘运20专机回国。 当日,中兴社记者走进抗美援朝老兵牛济宁的家中,听他诉说那段乘风往事。 牛济宁祖籍山西太古,现居住在宁夏迎川。 登门拜访时,这位九旬老兵整齐穿着挂满军工章的上衣,两条枯分线运烫的笔直。 正坐在家中观看第11批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迎回仪式的电视直播。 牛济宁出生于1934年,是原中国人民志愿军19兵团64军191师573团的战士。 1951年4月,抗美援朝第五次战役打响,年仅16岁的牛济宁,随志愿军抵达朝鲜战场,强度临京江。 你知道这个美国飞机那个疯狂的,能打到什么程度,我躺在那儿,那飞机扫射下来,那个土都能碰到脸上,我就心里想,打上就完了。 在这次战斗中,牛济宁的右臂被炸断,左大腿受到贯穿伤,是他离死亡最近的一次。 我因为腿也不伤了,不能走,当时动一下,就把你扔到车上了,车就赶快走,那你不走在那儿,飞机马上下来就打。 随后,牛济宁被送往后方进行医疗救治,在两个月后终于痊愈。养好病的牛济宁可以选择复原回家,但是他毅然决然要回朝鲜,和战友们在一起。 部队这个温暖的大家庭,总想回去,所以就又返回部队了。 二次入朝的牛济宁因伤病原因留在司令部做通讯员,在马良山战役时,四连攻打208高地,一夜后迟迟未来消息,团参谋长派牛济宁去探查情况。 在这样残酷的环境下,志愿军依靠强大的信念,抱着必死的决心,与敌人战斗到底。 1953年9月,抗美援朝战争取得胜利,牛济宁跟随部队回国后,复原到盈川市人民政府明政科工作,并在闲鱼时间将自己的故事写成了书,纪念曾经的真容岁月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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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。 。